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集和大家讨论过 法院的黑暴案判词对年轻人的启示 以及黄色正棍如何煽动仇恨 对年轻人走上犯法 留案底绝路的折夺 今集和大家探讨一下 法院近期对黑暴案的判决 究竟为香港人带来了什么新的信息呢? 根据警方在5月中公布的数字 2019年黑暴动乱期间 一共拘捕了8337人 其中1600多人被检控 595人被控暴动 另外被控藏有攻击性武器 非法集结的各有200多人 随着过去半年多以来 黑暴案件的审讯一路推进 相信大家整体都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现在的法庭少了被人 警察抓人 法官放人的不良观感 在这方面看 之前社会舆论对法庭判决不公的质疑和批评 发挥了监督的作用肯定是有效的 至少现在再没有法官敢本活倒置 公开赞扬订汽油弹的少年罪犯 是优秀的小孩 从这几个月来 多宗的黑暴案的审判结果来看 法庭从严判决 量刑比以前更加有阻吓力 相信市民都有感觉到 首先在暴动罪罪名成立之后 入狱坐牢已经成为了标准的消费 黑暴不能再幻想什么 隔壞羞养的罚款或社会服务令 他们能够争取的只是刑期短一点而已 以两个承认在2019年11月12日 在铜锣湾参与暴动的二十多岁被告为例 他们认罪之后 各被判26个月的监禁 而参与2019年10月1日 泉湾暴动 带否认控罪的4名被告 他们最终被判入獄51个月到56个月 换句话说 暴动罪罪成的人 从今以后 不可以再发不用坐牢这些白日梦了 第二 那些出现在暴乱现场 但自封为记者 义务急救员的人 也是时候要清醒一下 一如中一中牵涉前年831湾仔暴动案的案件审结 25岁被告陈佐浩 虽然自称是义务急救员 结果暴动罪成 仍然需要入獄 四年即时服刑 这个判决结果 但被那些穿着荧光衫 掛着记者牌 就说自己是急救员 记者的人 什么的教训呢 很简单 就是没有排科 你们没有犯法的特权 犯了法一样要接受法律制裁 就像这个暴动罪成的急救员 陈佐浩 在知道要入獄服刑之后 不禁庭上面抹眼泪 她的妈妈当然也以泪洗脸 甚至难过到 由亲友要扶她 才可以离开法庭 但这些眼泪 会不会离得太迟呢 第三 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过去大多数都是罚款了事 以至反对派 长期个个都不当是一回事 任意为法 但法庭近期已透过判决表明 判监将会是未来非法集结的标准消费 以黎智英、李卓人、何俊仁等人 被定罪的2019年10月1日 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为例 10名被告租判14至18个月刑期 就算长毛老婆大哭刑期太重 都一样要照复刑 非法集结不用坐牢这支歌仔 反对派没得再唱了 有些反对派就走出来指责 非法集结以前都只是判罚款 但现在就要坐牢 跟着说香港完全不同了 要驳斥这种谋论其实很容易 以前你们搞游行集结都尚算和平 但后来整件事都不同了 每次游行都有严重暴力和暴动发生 将香港街头变成火光红红的战场 不同了是你们自己成功争取的 还好意思反过来怪责别人 犯了法就要承担法律后果 甚至坐牢失去自由 这种全世界都明白的道理 但香港的港独黑暴却偏偏装聋办傻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 就像新任警务署署长肖泽宜所说的 黑暴是方言的共同体 假新闻害人不浅 所以中大大话证不傲说的新屋领性侵方言 就连中大的段巴校长都会信以为真 互乱误灭警方至今仍然未道歉 不好意思法律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规范和红线 以身事法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不会有好结果 犯法坐牢更不要嫌监房的火食不好 或者太闷热 香港法院对黑暴案的近期判决 终于带出犯法就要坐牢的信息 其实这些都是正常都不能够再正常的常理 但对于黑暴 这些活在自己黄色童话世界太久的人 犯法要坐牢就是一贴回到地球的强力清醒制